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来我肯定要使劲收拾她 她干啥我闺女 快别哭了 告诉我她因为啥打你 因为 因为 因为啥呀快说呀 吞吞吐吐的 狗蛋 你这是咋整的呀 看你这一身伤 这给我闺女还严重啊 闺女 你刚才不是说 狗蛋把你打了吗 看她这个样 这是把你打了 妈 那个 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 我看你俩这是 忘得好热的 不想好好过了 闲得没事 咱家打仗 一个个的 真把你们有出息的 你说说 你们俩为什么打仗 到底咋回事 妈 那个 她给别人送海鲜 送了这么大的 大螃蟹 还有两个 这么大的 大虾呢 那我都没落得着吃呢 她就给那个女的 给送过去了 那个女的 哪个女的呀 还能有谁呀 她前妻 她前妻 狗蛋 你还有个前妻 难道你是二婚 哎呀妈 不是你 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哎 媳妇你怎么能 噱口喷人呢 我 我哪有前妻呀 那是我前女友 我以前的女朋友啊 那都一个 都一个意思 前妻 就是前妻 哎呀 闺女啊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前女友 跟前妻 这可差得远呢 哎呀 狗蛋 我也得说你一两句了 你说你跟我闺女 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这孩子都这么高了 你还和你前女友 有联系 这合适吗 哎呀妈 我这 这真是 我白口莫辩 白口莫辩了呀 那你倒是把前言后果 说清楚了呀 哎呀妈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个前女友啊 经纪着她见过 他和静静啊 她俩还一起吃过饭 就 从那以后 这 反正结婚以后吧 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 那你敢发誓吗 我 我敢啊 妈 今天在这儿 我就把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是这么回事啊 我这不是啊 在海鲜酒楼当厨师吗 然后我那天下班 我走在路上 我就正好碰见我这个前女友了 你说熟人见面 他哪能不聊两句啊 聊着聊着 我就知道 他现在是离了婚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哎 你挺可怜的 这不吗 我就把饭店剩的鱼啊 虾呀给它送过去了 不过啊 哪有静静收的那么大 都是一些小鱼 小虾 都是剩下人家不吃的 但是啊 我回去和静静一说 静静一听不愿意了 这不叮光全给我打脸上了 就这样了 女婿 你这除了头上的伤 其他地方还有伤吗 嗯 其他地方还行 就都打脸上了 哎呀呀 行了行了 我这也听明白了 你们这个事啊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纯属啊 周瑜大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就这段小事 你们俩自己处理了吧 哎 媳妇 我看咱俩就是 狗咬狗一嘴毛啊 谁是狗啊 你才是狗呢 行了行了 你说你 两个都老大不小的了 也不知道丢人 你说你说你 你说你 让我姑娘给打成这样 你看看我就 我就想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妈呀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